并结家家户户都在扫墓季组 有不少特色的直扎也成为季组商品的新选择 像是时下最夯的iPhone 7手机 平板笔电等等3C产品 通通都成为直扎业者的热销排行榜商品 就连过去季组惯用的三生也被怀石料理取代了 直扎业者跳脱传统思想 创意再加上瞄准台湾消费者季组孝顺的心意 让近期的业绩是成长近两成 细致的iPhone 7 Plus 钥匙黑搭载双镜头 一旁还有轻薄平板跟超夯的智慧手表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3C特展 但仔细一看 原来这通通都是用纸打造出来的 清明节技主时下最夯的商品 就是这些纸扎科技物 它会反映现在我们人间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就是目前大家在用什么新的3C产品 那都会买这些3C的产品 给他们过世的亲友 3C类的话大概就是像笔电 那主要比较多的是像iPad 比较多 那还有少部分就是会选择像电视 纸扎业者跟随潮流设计科技新品 要打破民众对纸扎的刻板印象 实际走访街头 民众能否接受这样创新的思维 态度很两极 就像iPhone什么的这些 我觉得我 我觉得这很有趣 也年轻人的这种创新的想法 因为日新月异嘛 那我相信有新的东西 如果先人在的话 应该也会想要努力的去尝试 跟年轻人可以沟通 单纯创业人 那对于上一代的人可能不太实用吧 豪华别墅 透明电梯 加上华丽天井 一旁停有 高级房车 里头的设备也全是一等一 替先组 换栋新屋 也是清明节的大热门 但是这栋别墅要价不菲 整处超过新台币20万元 里头高级的配备 可以说是天堂级的享受 也因此还是有民众愿意尝鲜 像烧这个可能一年一次 或是去拜拜才有用 也不是说初一时都在用 所以这个都还能接受 新人垂涎的声音片 搭配道地握寿司 还有暖呼呼的寿喜锅 过去记组惯用的三生 在纸扎市场中 也被海石料理取代 跳过传统思想 创意商品尘出不求 也让纸扎业者 清明节的业绩明显暴增 清明节的一个档期来讲的话 大概从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前的时候 在台湾的一个销售来说的话 比起平常的时间来讲 大概会多两成左右 比较热销的像是食物类 那像是日本料理 怀石料理这些地方 那再来其他的 就像是包括化妆品和衣服 业者推陈初心 瞄准台湾消费者 既主孝顺的心意 用人间夯品另创新商机 记得料文林秋强台北报道